得了冠的天气开始冷了 但是寒冷怎么能挡住我们乐观生活迎接春天的热情呢 OCC的木兰大鼓队就是带着我们不畏严寒迎接新春到来的使者 这位则是木兰大鼓队的灵魂人物 孟文老师 老师用专业应运人特有的情怀带着大家被社区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一年下来鼓队和几个其他OCC表演团体表演了近50场 12月14号大鼓队来到了Botin小学 为那里两个中文班的老师和同学们呈现了一场精彩的大鼓表演 为我们庆祝新年拉开了序幕 这一群中文班的孩子们深深地喜爱中国文化 怎么能不被这大鼓吸引 大鼓队员们表演了 新编排的春节曲目 他们有着霎爽的英姿 饱满的热情 以及娴熟 炫酷的记忆 所到之处都让观众赞不绝口 这次当然也不例外 甚至还被要求翻场再次表演 同学们惊叹不已 甚至亲自拿起鼓锤学习打鼓 同学们轮流上场 欣喜若狂 队员带着孩子们一起打鼓 亲切互动 每个孩子的眼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 他们不仅仅体验了打鼓 更能感受到我们的民族文化 还有我们中华民族热情友好 乐观进取的生活态度 活动结束后 同学们都舍不得离开 和鼓队队员因因惜别 部员们依旧会把满腔热情 奉献给热爱我们中华文化的朋友们 感谢观看